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578集 轰隆一声 这一条圣主尸骸一复活 就对秦晨出手 那恐怖的手掌盖落下来 秦晨的法则涌动 给予秦晨强烈的震撼 整片天地都笼罩在了一股恐怖的圣主法则之下 白骨长河之中无数的白骨都在瑟瑟发动 圣主 秦晨抬头 瞳孔收缩 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圣主高手 虽然他见过的圣主也有一些 连尊者他都见识过 不过真正交手过的圣主却还一个都没有 唯一交手的最强的是冤魔之主 是超越了圣主的高手 重伤之下也不弱于圣主的实力 但是动手的过程 其实主要还是那雷霆身影在镇压 秦晨不过是辅助 现在终于面对一尊圣主高手 虽然不是人类 只是一尊圣主尸骸 但是秦晨脸上涌现出来的不是恐惧 反而是无尽的喜悦 来得好 本少神功出城 正想找个对手较较较较 秦晨大笑 冲天而起 轰隆一声 秦晨身上的荒谷之气冲天 和那圣主尸骸镇压下来的圣主法则轰然地碰撞在了一起 那大手朝着秦晨轰轰地碾压 深深的气劲 洞穿了秦晨的荒谷之躯的防御 竟然是直接涌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必杀的一劫 圣主法则果然非凡 秦晨就感觉到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在自己的身体之中纵横 灵魂都有一种记录 身躯更是狠狠的一阵 发出了一声闷哼 门哼声响起 秦晨体内的五脏六腑都震动 身体就好像是要裂开一般 但是秦晨冷冷一笑 直接运转荒谷之躯 催动体内的五密宝物 煞时间 可怕的力量席卷 将这股圣主法则之力 瞬间消弭开来 化为了虚无 并且 这股圣主法则被秦晨的补天之术感悟 起源之术分析 融入秦晨的脑海 秦晨就感觉出来了 这圣主法则居然是一种 类似于死亡规则的法则 这圣主尸骸 前世显然是一尊掌握了 死亡规则的圣主高手 这死亡规则 在秦晨的体内纵红着 让秦晨清晰地感知 并且在起源之术中 形成了起源文明 一击之下 秦晨非但没事 反而是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而随着圣主法则的落下 那巨大的手掌也撕裂了虚空 瞬间来到了秦晨的面前 手掌还没到 恐怖的气息已经到达 四周骨盒之中 无数的白骨 好像是遇到了统领一般 纷纷地散开 就看到那巨大的骨手之上 演化出了无数的金色光子 这尸骸经历无数万年 居然都不曾毁坏 由圣主的力量残留 激荡而出 气息崩坏 天地震荡 秦晨就好像是在暴风雨中的帆船一般 左右摇晃 随时都会覆灭一般 来得好 秦晨在摇晃之中 却是面不改色 大笑一声 一拳轰出 顿时 恐怖的起源已经生疼 好像是将天空的大日轰露 并且起源意境中 还带着杀戮的规则 无穷杀戮的气息 与那骨手 轰然碰撞在了一起 两股可怕的力量碰撞 整片骨盒之中 像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无数的骸骨顷刻间爆碎 四分五力 化为了灰烬 那巨大的圣主尸 还在秦晨的这一击之下 登登登连连后退 脚下的骨盒 像是卷起了海啸一般 无数的尸骨被他踩碎 而秦晨也倒飞出上百丈 身上的气息涌动 脸色清白脚下 因为这骨手中 传递出来一股恐怖的震荡之力 并且有死亡的规则营绕 要灭杀他的生计 不过 秦晨体内的力量稍稍一运转 就将这死亡规则 掌握在了起源神通中 瞬间就消灭掉 什么 人族的小子 你竟然挡住了 这圣主尸骸双瞳中 鬼火闪耀 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 仿佛见诡异般 哦 说错了 他自己就是诡异般的存在 仿佛见到了什么 难以置信的事情 阴冷诡异的声音之中 充满了震惊 哼 虚虚这点攻击 也想伤害本少 可笑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再不出来 就羞怪本少不客气了 秦晨冷冷笑的 哈哈哈哈 不客气 天大的笑话 人族小子 你闯入本座的明河之中 还敢撒野 我看你是不知道 惹上了什么样的存在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本座就不客气了 你一个小小的半部圣主 竟然拥有圣主级别力量 定然是人族中的娇嚣者 正好 本座已经好久没有吞噬 人族的生命和精血了 击杀了你 正好让本座大快朵异吧 而且你的尸体 也一定十分的牢固 正好成为本座新的宠物 这圣主尸骸双铜之中 黑色火焰越来越升 嗚嗚哩 整座骨盒之中 响起了污液之声 无数的死亡气息 疯狂地营绕过来 秦辰就感觉到 这圣主尸骸上的气息 居然是在提升 什么 秦辰震惊 这种提升的手段 让他也万分的意外 死亡风暴 小子 就让你死在死亡的规则之下 让你见识到死神的可怕 这盛处尸骸突然之间张开打 一股恐怖的死亡风暴席卷了出来 黑色的死亡规则之力瞬间包裹住了秦晨 并且这死亡规则的力量要渗透入秦晨的身体之中 磨灭秦晨的生计 人族的小子 在这冥河之中 我是掌控死亡的舵手 任何无法参透死亡之人 都会被本座抹杀 在死亡风暴之下 你就等着面对死神的绝望吧 深沉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着 一股股可怕的死亡气息进入秦晨的身体 要摧毁秦晨的肉身 死亡 死亡规则 秦晨冷笑一声 他闭上了眼睛 身体之中的起源之书上 死亡的文明显现出来 一道道死亡规则 在他的身上萦绕着 而且 结合秦晨之前吞噬的无数尸骸的死亡之气 竟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死亡之力 抵挡住了这股死亡风暴 虽然秦晨形成的死亡之力十分的微弱 但是 却轻易地挡住了这一股死亡风暴的规则抹杀 怎么回事 这深沉的声音中露出了震惊 你竟然也掌握了死亡之力 不可能啊 人族 是不可能掌握死亡规则的 这声音中充满了震惊 仿佛是见识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 这就是死亡规则吗 死亡之力 对方的震惊下 秦晨自己演义呢 说实话 秦晨演义吧 因为他掌握死亡之力太轻松了一点 这死亡的规则 绝对是最为顶级的规则 就和永恒规则一样 哪怕是得到了永恒建筑的传承 秦晨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掌握永恒的真谛 因为这种规则都是最顶级的规则 犹如时间规则 空前规则 秦晨还完全处于掌握的过程中 还在摸索 哪怕是他在对战 冤魔之主的时候 已经施展出了时空之力 秦晨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是掌握了时空规则 之所以能够运用 只是因为他是天舞大陆的未面之子 在天舞大陆上 有着前所未有的优越对待 真要是到了天界 他的时空规则 施展一定会弱不少 但是这死亡规则 秦晨自己也十分的震惊 因为他感觉到自己仿佛生来就会 一掌握就通 仅仅是瞬息之间 就已经是领悟了许多 此刻 那之前吞噬的诸多死亡气息 在他的身体中激荡着 《起源之书》中的死亡文明 也在迅速的凝视 不断的提升 翁的一声 死亡的力量 在秦晨的身上绽放 什么死亡规则 本少乃是天之骄词 掌握起来 轻而易举 虽然搞不清楚自己 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 领悟死亡规则 但是这个逼还是得装 秦晨放声大笑 不懈地说道 不可能 这声音充满着震怒和疑惑 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人族的半生 人族和死亡规则绝缘啊 天底下从来没有人族 能掌握死亡规则的 就算是偶有领悟的 也只是皮毛而已啊 你的死亡之力十分纯粹 除非你是个死人 只有死人才能够 掌握死亡规则 因为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 根本无法领悟死亡的真谛 这深沉的声音怒吼了 死亡了 秦晨的脑海中 豁然一道灵光闪过 猛然间明白过来 自己为什么能够 如此轻易地 掌握死亡规则 原来 只有经历过死亡的人 才能够领悟 真正的死亡真谛 秦晨难难道 原来是这样 难怪人族之前 无法掌握死亡规则 就是因为 人一死 就没有了 哪怕是临死前 领悟了死亡的真谛 也没有任何用处 可我不同 我是曾经死过的人 又一次活过来 而且 我是真真切切地死过 后来才重生的 而不是 瀕临死亡的重伤状态 所以 我才对死亡规则 如此的熟悉 秦晨苦笑 这还真是命中注定 前世 自己陨落在这死亡峡谷 失手不见 这一世 却在这死亡峡谷中 掌握了死亡规则 一酌一饮 仿佛天堂轮回 自然而然 命运如是 什么 你是死过的人 开什么玩笑 本座掌控死亡 这天武大陆 任何死过的人 都无法逃过 本座的窥探 不管你用什么 卑劣的办法 施展出死亡之力 抵挡住了死亡风暴 但是就这点手段 还不够在明河中撒野 那圣主师 还突然长笑笑 身上一股黑光爆发 背后鳄鱼尾上 一道道黑光不断地闪烁 朝着秦晨 竖得拍击而来 这一道攻击洗了 整片的骨盒都被引动了 天地间出现了 无数的骸骨 这些骸骨不断地凝聚 竟然是化作了 百条千条白骨长鞭 每一条白骨长鞭 都像是蕴含了圣主的气息 朝着秦晨闪电般地披露下来 不好 秦晨头皮发麻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么多的白骨长鞭太恐怖 秦晨的气劲 竟然是化作了一片大阵 将秦晨笼罩在了这儿 惊刻之间 秦晨就感觉到四周的空间都被封锁了 他的身体周围 无数的空间禁锢仿佛是融入到了一个死亡空间中 无处可动 时空之力 秦晨踏前一步 在危急的关头 直接就运转出了时空之力 虽然死亡峡谷是一片独立在天舞大陆中的禁定 天舞大陆本源的力量很难参透出来 但是不管如何 这里还是天舞大陆的地狱 秦晨的时空之力一施展 这一方天地的时间都停止了 空间发生了错乱 无限棺材不露泪 灭掉你 身形一晃 秦晨从这一片空间封锁中冲出 手上没有丝毫的软弱 施展出了杀手键 拳风一转 就打出了起源神拳 天地起源 万物轮回 命运之道 信仰重生 永恒开创 杀戮毁灭 死亡降临 唯我独尊 裂空 时空 起源 秦晨怒吼 真正地将自己的战斗力提升到了最大 他所掌握的文明神通 一瞬间全部施展出来了 起源神通 命运之道 信仰之道 永恒规则 杀戮规则 毁灭规则 死亡之力 时空之力 无数的力量都在这一刻融合在了一起 整个起源之中 无数的规则 神通 文明 诞生 冉冉升起 秦晨全身的细胞化为了神的国度 笼罩四方 甚至连制一整条的骨盒都笼罩在其中 被秦晨的力量 吸卷 神的国 是我的国 众生臣服 成为我的子民 传播起源文明 秦晨一面催动起源神通 一面就化身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信仰和死亡的力量影响着无数的骨盒中的骸骨 无数的骸骨都瑟瑟发抖 然后散发出了死亡的气息 仿佛要臣服秦晨 信仰秦晨一般